之前医疗及口罩大缺货 就有一家娃娃文创公司 被指控说去年下半年起 向很多大公司推销口罩团购 收了钱但是没出货 时代力量就召开了记者会 统计至少300多名的消费者受害 金额高达了2310万 就要求行政院消保处 现在要专案调查 同时要协助消费者救济 而业者的回应是说 他们是为了配合指挥中心管制政策 才会导致出货延迟 但还是拒绝还钱 时代力量全台民意代表 接到民众投诉 向娃娃文创购买医疗及口罩 却拿不到货 他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有正常出货 但是到后续 从9月20时候刚刚一开始 他以这个为理由 开始拖欠我们货 娃娃文创他一直表示 他在湖口有工厂 他有在生产 而且也正常的出货 那为什么我接触到还有大家接触到这么多的受害者 到现在还没有拿到 估计全台至少有三百三十二名消费者 金额高达两千三百一十二万 受害者只能向各县市政府申请消费条件 如果他在台中调解不成立的话 对不对 如果他的方案可能不成立 那可能后面就直接打团送 我目前还没有查到 就是他有制造 医用口罩的许可证 业者被指控缺席调解会议 省影并不见面 却突然现身在立法院外头喊冤 因为政府限制说要全部征收 所以我们定的口罩就不能出货给我 退款的部分就会比较抱歉 因为公司也产生经商的缺口 官方文创拒绝退钱 何时能完成出货还是未知数 时代力量呼吁检调单位介入处理 并要求行政院消保处 专案协助救济 替消费者讨回公道 华市新闻张神宏林志纯台北报导